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圣言选至圣玛窦福音十三章一至九节 在那一天 耶稣从家里出来 坐在海边 有许多群众集合到他面前 耶稣只好上船坐下 群众都站在岸上 耶稣就用比喻 给他们讲论了许多事 说 看 有个撒种的 出去撒种 他撒种的时候 有的落在路旁 飞鸟来 把种子吃了 有的落在石头地里 那里没有多少土壤 因为土壤不深 虽然很快发了芽 但太阳一出来 就被晒焦 又因为没有根 就枯干了 有的落在荆棘中 荆棘长起来 便把他们窒息了 有的落在好地里 就结了果实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耶稣用比喻 传递天国的奥妙 是为了当时听众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 因为耶稣讲了很多比喻 并不是所有人 都有一致的认识 和虚心接受 正如耶稣说 他们看是看 却看不见 听是听 却听不见 也不了解 撒种的比喻 启示了天国的奥妙 种子就是耶稣的画 田地就是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把耶稣的画 种在了心底 而不是路旁 石头地里 荆棘种 那么 耶稣的画 必然要借着我们 结出果实 看是简单的过程 却内涵挑战 因为我们每天 所看的 所听的 很多时候 亦不是耶稣的画 而是手机里 赞取你更多时间的 其他信息 现在的社会 人手一部或多部手机 手机的丰富内容 占去了生活的一部分 或大部分时间 不分男女老少 手机已成为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 随身携带的物品 这是人人进入科技生活的 最明显标记 也是被科技束缚的 最明显标记 没有它 生活会受到很多阻碍 有了它 生活会丰富多彩 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中 我们的注意力 被迫停留在心田之外 接收着全世界的 即时信息 不断接收 不断消化 好像我们的生活 不在空虚 时间没有浪费 脑海里收集了大量的知识 直到脑神经被刺激到麻木状态 才不得不停下来稍作休息 醒来之后 又开始重复 重复同样的生活 所以 现代人的生活 特别忙 忙得焦头烂额 忙得不亦乐乎 可是我们发现 这样的生活方式 并不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的心田 被冷落在一旁 真实的我 越来越迷茫 友情 越来越外在化 亲情 越来越淡默 甚至家人在一起 也无话可说 即使说 也是手机世界里的那些事 弟兄姐妹们 在这样普遍的情况下 您是如何让耶稣的话 在自己的心里 发芽 生长 结出果实的呢 耶稣说 那傻在好地里的 既是指那听了天国的话 而了解的人 他当然结出果实 有结一百倍的 有结六十倍的 有结三十倍的 耶稣的话 是天国的话 他的话 要带我们进入天国 无论你结了多少倍的果实 只要你尽全力 结出果实了 果实就是天国 天国就是与主在一起 由此可知 把种子 撒进我们的心田 就是让耶稣的 就是让耶稣的话 在我们心中发挥效力 使我们的生活 逐渐消失耶稣 活出真正丰盛的生命 若一个人 一个家庭 一个团体 甚至一个群体 因着耶稣的话 而活出 有价值的生命 那么不仅有永生的赏报 更有祝福家庭 祝福社会的贡献 耶稣的话 是爱的教导 智慧的表达 愿我们每个基督徒 珍惜生命的时间 看耶稣的表率 听耶稣的教导 全心全意 活出福音的精神 结出百倍的果实 愿主福听我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remiumbbeat.com